文化部近期积极建制台湾高阶数位模型平台,还原台湾历史建物3D模型,导演张永昌成为头一批江该模 行资源投入影视作品的导演,让北城百画帖得以使用平台里的局员百货3D建筑模型进行拍摄 图为合成是一画面,取自北城百画帖粉丝团中央社记者江沛林传真 107年5月6日中央社记者江沛林台北六日电导演张永昌将充满其换元素的台湾漫画作品 北城百画帖改编影视化,更成为首批使用文化部台湾高阶数位模型平台使用者 将全台首尖百货公司局员百货重线在观众眼前发表于中研院CCC创作及克雷蒂为科米奇科尔 克深的漫画《北城百画帖》为台湾知名漫画家AKRU的作品 故事背景设定1930年代台北城,一方面需考究盲大历史资料 把当时的饮食穿着,接到建筑,修 闲娱乐等设定如实呈现,另一方面在历史事件里注入奇幻元素 带给读者意想不到的趣味惊奇 故事中的主场景致意百画堂AKA,位于日本时代的荣挺通金衡阳路 根据CCC创作及编辑赖国风在北城百画帖漫画附路撰文指出 当时荣挺街道柔和近代洋风 日本和风的商业建筑交相比林 既有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局员百货 既有台湾第二大制堂公司的直营店明智吃茶店 西来人往十分热闹,有助台北银座的美名 赖国风写道,彼时的台北城,西方文明,统治者的文化和台湾社会形成一种新融合 那是个人们可求助新事物的摩登时代 绚丽繁华的街道蕴藏住不少悲欢临合故事 对漫画家而言,笔下角色透过一笔笔勾勒的线条,极可待 领读者穿梭奇幻世界展开各种冒险,但踏入影视化 一切剧情设定的还原呈现,可就不是那么简单 百花糖怕茶本身建筑外观现在找不到 因为台北没有保留那个年代历史建物 都市化过程中,一直被不友善对待 擅长电影视觉特效和动画特效的张永昌日前接受中央社专访表示 要在台北市找到适合北城百花帖 拍摄场地十分困难,因此片中许多重要场景 只能透过下下策的数位科技方式,纵线历史场景 要还原已消失的场景取景拍摄 相信类似的困境对于许多影视工作者来说,同样头痛 张永昌指出,建筑物对于剧情年代感和戏剧的支撑非常重要 但面对其中一处重 要场景局员百货如今已改头换面 以目前保存状态无法允许实地拍摄 文化部近期积极建置台湾高阶数位模型平台 还原台湾历史建物3D模型 张永昌成为头一批将该模型资源投入影视作品的导演 让北城百化铁得以使用平台里的局员百货3D建筑模型进行拍摄 透过后制成功还原1930年代 全台第一家百货公司风光荣景 目前台湾高阶数位模型平台正陆续将台湾深距离 十亿亿的特色建物及现代建筑等 包含基隆阿根纳造船厂 台北伊林 以及已消失的台北中华商场等 都将变成可供电影 广告及影视作品使用规格的3D模型 有机会重现在观众眼前 张永昌和动画特效渊源深久 北城百化铁的奇幻剧情元素让他能大展身手 他提到 要单纯为一部前导片还原3D场景 其实要耗费大量的经费 但透过台湾高阶数位模型平台 就能将资源跨域合作 应用在影视IP成果上 平台内容未来可供使用对象 包含电影 电视 MV视觉特效等相当广泛 但以使用者经验来说 张永昌强调 平台提供的资源是作为一个基础 并用在戏剧上时 镜头还是要针对很多细节修饰和调整 北城百化铁前导片从筹费到完成费时约一年 男 女主角分别由张亭胡及李嘉颖丹刚 现阶段虽然是16分钟前导片 但张永昌希望能以类型 电风格朝国际市场跨出去 当好故事和技术有机会统整起来 有足够资源时 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而北城就是往前跨一小步试试看 对张永昌而言 在台湾要拍摄剧奇幻元素的作品更像是一场博弈 奇幻类型在市场上是有可能的 但就需要比较多电脑特效 辅助 也需要有时代感故事包装 等于是融合文化内容和科技特效动画应用 但这些不得不烧点钱 所以也是场赌注 如今北城百画帖 透过文化部文化内容科技应用 创新产业领航旗舰计划 潮影视化 跨出第一部 张永昌说 他还将会集漫画IP和清小说作品影视化的构想 打造译 赐源剧场 期许台湾的奇幻类型影视戏剧起飞 同时也希望有更多跨域合作 提高台湾影视作品在国际的能见度 编辑 张芷轩10700506导演张永昌 将漫画北城百画帖改编影视化 男女主角分别由张亭胡及李 家影单纲 由于故事背景设定1930年代台北城 张永昌惨言 要在台北市找到适合的拍摄场地十分困难 取自北城百画帖粉丝团中央社记者江佩玲传真 107年5月6日充满奇幻元素的台湾漫画作品 北城百画帖改编影视化 现阶 段虽然是16分钟前导片 但导演张永昌前钟希望 能以类型片风格朝国际市场跨出去 同时期许台湾的奇幻类型影视戏剧起飞 取自北城百画帖粉丝团中央社记者江佩玲传真 107年5月6日